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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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回到艾瑞的環球日記 我是艾瑞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去哪裡 今天要去播吃飯 我們現在呢 我們原本以為是要坐火車才可以到 結果後來發現 是柏林的捷運 的終點站剛好就已經到 柏茲潭 它是柏林的一個近郊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去 柏茲潭 大概坐捷運的話呢要坐快要一個小時 大約五十五分鐘左右 那到了柏茲潭 到底要去幹嘛呢 我們最主要呢 我們就是要去看 傳說應該是 德國的羅浮宮 是叫做 叫做什麼 烏幽宮 我們主要是看烏幽宮 還有心宮 還有就是整個烏幽宮的花園等等 帶大家去看看這個 十八世紀的一個 美麗的宮殿 也是德國菲特列二世的宮殿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看看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到了 到柏茲潭了 好嘞 我們終於到了 到烏幽宮 給大家看一眼 這樣 現在有點背光 不過我們等一下就拿進去裡面看 好 走出發 無幽宮 又叫做旺幽宮 是歷史上著名的普魯士國王 菲特列大帝 在1745年夏令建造的一座小型的夏日行宮 雖然整體建築規模不大 只有十個房間以及前廳還有宴會廳 但它是以其精緻且華麗的裝潢著稱 又被稱之為普魯士的凡爾賽 一開始我們走路以白色大理石環繞的前廳 圓頂上畫的是羅馬女神佛洛拉的畫像 這時候大家都拿著導覽機靜靜聆聽的解說 這是小皮第一次來到歐洲的城堡裡 再來我們走路左側的畫廊 金黃色的牆壁上掛滿了普魯士各代國王 以及其士基的畫像 之後我們依序走過 菲特列大帝的書房、臥室、接見室等 感受大帝平時的生活方式 接見廳後方就是大理石宴會廳 夜會廳也被大理石柱包圍 與前倾相互對稱 橢圓形的頂上以羅馬萬神殿為模型 大理石的地面拼貼著福桃藤的裝飾 最後便是各種風格華麗的客房 OK 那說到了無憂宮呢 肯定就要提一下他的建造者 菲特列大帝 他的全名是 菲特列霍昏索倫 逢普魯士 好長喔 在菲特列二世小時候呢 普魯士王國還只是歐洲的一個小國家 他跟他的父親 菲特列一世在個性為人方面呢 都非常的不同 二世特別的喜好文學、藝術以及音樂 為了反抗父親強加的政治聯姻 他曾經試圖逃往英國 最後失敗 被父親抓毀 之後呢 在一世的專制獨裁的教育下 學習了軍事以及政治 1740年 一世世世後 菲特列二世登基 他大刀括伯展開一系列的改革 包含了開放言論自由 分配糧食給國民 禁止施行等 也在法律上呢 增加了各階層的自由 取消了階級制度 讓低階層的人呢 也有機會任職法官、文官等 甚至啊 他將自己他最愛的無憂公 只要在冬季他不住這邊的時間呢 市民只要穿著得體 就能入宮參觀 1742年 二世上任剛滿兩年 他就主動進攻奧匈帝國的北部 並且成功的併吞了物產豐富的西里西亞省 也就是現今波蘭的西南部地區 1750年 普魯士因為與英國交好 惹得一直在海外跟英國搶殖民地的法國 對普魯士交惡 這時呢 之前被普魯士打敗的奧匈帝國 馬上跟法國結盟 還拉著東邊的沙俄帝國 準備一起滅了普魯士 1756年 肥德烈二世發現他與鄰國之間的情勢日益嚴重 與其做的不如先發之人 至此 普魯士開始同時對抗三大鄰國 分別是奧匈帝國、法國、沙俄帝國 當時的普魯士與其他三國的軍隊人數加起來 大約是1比3 人口更是1比20 經過了七年大戰 好幾次都面臨了滅國的邊緣 突然 在1762年 發生了一件大事 史稱布蘭登堡皇室奇蹟 那就是沙皇伊麗莎白一世世世世 因為伊麗莎白一世並無子世 所以繼任的是他姐姐的兒子彼得三世 而彼得三世的父親叫做哈爾菲特列 是一個普魯士人 所以 新任的沙皇彼得三世 其實也是半個普魯士人 據說他根本不會講俄文 彼得三世上位後 就立即停止了俄軍對普魯士的進攻 甚至命令俄軍聽從斐特列二世的指揮 反擊奧匈帝國與法國 最後結束了七年戰爭 自此 斐特列二世一打三 而且成功獲勝 這讓他贏得了斐特列大帝的稱號 更是樹立了戰爭天才的個人榮譽 而普魯士王國也成為歐洲的五巨頭之一 好啦 嗨 那我們剛才就參觀完無憂宮啦 還滿有趣的老實說 我覺得他裡面那個講解真的很棒 很棒 對說了非常多的故事 然後呢 每一個房間都有好多個小故事 對然後他剛好就在每一個房間 所以他就可以介紹 每一個房間的他的壁畫啦 他的裝飾啦 或者是他當初的生活狀況啊等等 不過他裡面有一個小故事我有查到 但是他沒有說 什麼故事 就是他裡面是不是有說到就是說 這個無憂宮他最初的建造者 他的設計圖就是我們大家所稱的 菲特列大帝嘛對不對 那菲特列大帝呢他在小時候呢 故事裡面有講到說 他小時候為了躲避他爸爸的這種 強勢的軍事化教育 所以他就跟著他的朋友落跑 對不對 他們就想要逃到英國去 結果被他爸爸發現 被他爸爸抓回來了 OK 其實他跟著一起跑的這個人呢 並不是他的朋友 那是誰 是他的情人 他其實是個 Gay 我知道他後來是因為父親的壓力 然後就是被迫聯姻嘛 對 他聯姻就是他最後還是有娶老婆 但是他這個聯姻是屬於政治聯姻 也是父親壓力下他被迫同意的 那為什麼他會同意呢 也是因為他爸爸直接把他這個 好朋友兩個人一起抓回來以後 他爸爸把他好朋友殺掉 其實滿慘的 他是有這個悲慘的青春 這裡就是中國宮啊 在那個時候的歐洲人呢 非常的喜歡這種東方色彩 很中國的東方世界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神秘 又有特色 又有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菲特列大帝就在他的花園裡 蓋了這麼一座仿造中式建築的一個 中國宮 好啦 那很可惜呢 就是現在的中國宮他並沒有開放 他暫停營業了 對 所以說我們只能看一下他金閃閃的外觀 是啊 對 旁邊還有一個香爐 他們對中國特色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就到處亂擺 他們覺得那個是中國特色就擺上去 他們那個時候會有一些 比如說中國的瓷器啊 絲綢進來 所以他們很喜歡這種特色的東西 就為了就是為了可能要收起這些東西 就打造一個洞吧 對 其實我覺得對於當時的故事而言 中國那是多麼強大的一個神奇王國啊 對啊 那個時候中國有絲綢 茶葉 茶葉 有白銀 有瓷器 什麼都有 然後那個時候中國也都是非常強大的 對啊 所以對他們而言 這是一個遙遠的神秘國度 所以說他們才對那樣的國度有一個 向王 向王 對 可能他沒有去過他 他還是想要去看看了解一下這樣子 好啦 那很可惜呢 我們沒辦法進去裡面 據說裡面也是有非常多漂亮的裝飾跟畫座雕刻 對 那以後吧 或許還有機會好嗎 好啦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才可以跟我們繼續冒球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 inaoria 這件事 都可以